我們講了這麼多關於Ecuribium Constant的概念 究竟Ecuribium Constant有什麼Physical Significance? 即是它的數字代表什麼? 我們用一些例子去講一下 第一個個案是講這個反應 其實這個反應看起來好像不太熟悉 但其實這個是我們經常會做的 氫氣加Burning Spin出現Pub Sound 其實就是這個反應 Pub Sound的出現純粹是因為氫氣 空氣裡面很高速地燃燒 產生一些氣體 由氣體撞擊玻璃表面就出現了Pub Sound 其實是一個燃燒氫氣 燃燒氫氣就會出現水份 這一件事我們一向都會知道 在你點Hydrogen Gas用Burning Spin的時候 你活完之後你基本上不會再覺得有剩下的氫氣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去到Ecuribium的狀態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的東西都已經變水了 只有很少極少極少極少的份量 只會剩下氫氣和氧氣 所以在這個Case底下 你可以看到這個Case的數值是一個超級大的數值 Case是超級大的 也就是反映了什麼呢? 其實就是product的濃度 其實在這個Case裡 是遠遠大於reactant的濃度 那因為呢 要product的濃度超級大 就是這個位置 你的份子要是超級大 份母要是超級小 你才會有可能得到一個80次方的數值 所以我們就形容 在Case超級大的情況 其實大部分的reactant都已經變成product 而反應是幾乎去到complete 就是完全變成product 所以我們會說它是favor這個product 所以當你看到一個Case數字很大的時候 你就想起一個Case代表product 是遠遠大於reactant 你才會出現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OK? 好了 如果到第二個情況 就是 這個反應剛剛是上面的反轉 就是水分解為氫氣和氧氣 在這個Case來說 我們會知道 Equilibrium expression剛剛反轉了 我們在上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學過 這兩個Case的value 如果假設上面是KC1 下面是KC2的話 KC1會是等於1 over KC2 因為這個反應是剛剛reverse 就是1 over這個關係 所以你將1 over9.1乘10的80次方 就會計到1.1乘10的-81次方 這個這麼小的數 同樣道理 跟我們剛剛講的一字 如果你要得到一個這麼小的KC value 即是我們要在KC expression裡面的分母是超級大的 如果要分母是超級大的 在這個Case 即是我們要reactant的濃度 是一定要遠遠大於它的product的濃度 一定要遠遠大於它的product的濃度 你才會出現到一個這麼小的KC value 所以當KC是一個非常小的數字 其實只有很少的product會產生 即是說反應幾乎不會發生 不會產生到它的product 就算你有product 它都很容易會變回它的reactant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KC value 它的subnificance 即是究竟它的數值的大 或者它的數值的小 是代表一個equilibrium system的什麼情況 OK 我們剛剛已經講完了KC的數值 大是代表它很多會變成product KC如果是很小 即是代表它很多會保持reacting的狀態 但是講到這個位置 同學就一定會有一個錯的concept 就是覺得KC很大 即是反應很快 這裡就一定要跟大家point out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completeness of reaction 究竟反應有多完全 完全的意思就是它有多少會變成它的product 越多會變成它的product 就代表它越complete 第二個concept就是它的速度快還是慢 我們都是用一個例子 就用上面的例子去做例子 我們用剛剛說燃燒氫氣產生水 即是hydrogen gas放burning spin 這個例子 我們當然知道這個反應的KC是超級大的 即是說你去到equilibrium的狀況 基本上絕大部分的東西都變成它的product 不會有什麼reacting的流低 幾乎所有reaction都會用完 和reaction complete 但是在這個同一個反應裡面 我舉兩個example給你 第一個example就是我們純粹將氫氣和氧氣 兩種氣體放入一個密閉的空間裡面 我們什麼都不做 就這樣放它在這裡 就這樣放它在這裡 第二個example 我們將它放在一起 但是之後我們會搖它 或者撞它 或者什麼樣子 給它一些initiate 你就會出現一個結果 就是如果你就這樣 如果你就這樣把兩種氣體放在一起 它基本上是不會反應的 它基本上是不會反應的 它超級慢 它超級慢 甚至會出現一個爆炸的情況 但是你要記住 這兩個反應是同一個反應 兩個反應的分別就是 一個超級快,一個超級慢 但是我們都會形容 兩個反應都是非常 compete 因為它的KC也是一個超級大的數字 你可能會問我 周Sir你不是說 我如果混合兩種氣體 你會看不到它的反應 你會覺得它no of survey change 沒錯,這個反應是很慢 但是不代表它很不 complete 只要你給足夠時間這一堆氣體 其實它都會變成水 但是時間可能是多少 你給100萬年它 你給100萬年它 它可能都會變成所有的水 沒有所有的氧氣和氫氣 但是這個反應只是很慢 不是代表它很不 complete 所以就出現了這兩個concept 一個是它 complete不 complete 一個是它快還是慢 我們用回我們之前看過animation 那個人仔的觀念 一個人仔在這個城鎮裡 他們在不斷地碰撞 最終達至500正常人 很理想的狀態 500-500就是它的case value equilibrium constant 同樣道理 我將這1000個人放在薩哈拉沙漠裡 這1000個人可能過了100萬年 都還是正常人來的1000個人 不代表它最終不可以變成500正常 500不正常 但是你要這1000個人在薩哈拉沙漠裡 能夠達到足夠的碰撞 這件事是需要很長時間 也就是我們這裡說 同一個反應來的 可以兩個反應都是 complete 但是一個反應可以是發生得超級慢 才去到那個equilibrium 一個反應可以是超級快 才去到那個equilibrium 所以就來到我們這裡下面的總結 就是什麼呢 它這個case value 只是象徵著它的extend of completeness 而不是race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可以嗎 所以也針對我們之前學的equilibrium 其中一點 Catalyst是不影響Yield 其實這個Yield也在某程度上是講KC value 而你加了Catalyst下去 是不會令到KC value變大或者變小 你只是令到這個equilibrium 是快點去到它那個dynamic equilibrium的狀態 OK 最後就講講一個關於equilibrium的不同的種類 就有分homogeneous和heterogeneous 如果我們結論講起 homogeneous我們叫同相 heterogeneous的異相 什麼叫相呢 首先一定會去到一個 一個相一個phase 就是一個region 它是所有的property都是uniform的 這個說得好像很複雜 但是其實有一些我們很熟悉的例子 譬如我們如果放一盒水和一盒油進去 上面我們會知道是油 下面我們會知道是水 因為這兩個的area 或者region 它兩個的property是不均勻的 因為上面那個油 密度應該是比較低的 下面的水的密度應該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有兩層東西 而在水那層 當然是uniform 在水自己那層 油那層它自己是uniform 但是兩層不是可以uniform 所以我們會說油就是第一個phase phase1 而water就是第二個phase phase2 純粹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字形容它中間的那條界 這條界就叫boundary 就是上界 這條打橫的線就是boundary 你聽完這個例子 你會覺得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嗎? 有的 我們有什麼其他可能性 是有幾個phase的呢? 首先第一個可能性就是有兩個 不互融 invisible 是不互融的意思 有兩個invisible的液體 第二個可能會出現的情況就是 它不同的stage 例如固體和液體 它有兩個很明顯不uniform的一個region 但是通常我們會說是第一個 所以有同相 同相就是相同的phase 而相同的phase 就應該會沒有一個明確的boundary 有什麼例子是homogeneous的equilibrium 它全部都氣體 或者全部都混合起來 我們叫homogeneous heterogeneous 就是它有超過一個phase 有什麼例子呢? 譬如這裡有一個例子 這裡有什麼?有固體的東西 有氣體的東西 如果它有固體有氣體 其實它就有兩個phase 所以它會有一個很明確的boundary 但大家一看到這個例子 你就會覺得 這個kc的value 和前面有點不同 因為沒有了一個solid 我們不算進去kc 但其實我們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性呢? 我們探討到homogeneous 和heterogeneous的時候 其實還有其他可能性 是會不算進去的 剛剛當然就說了 如果它是一個pure solid的話 我們不會算進去kc 當然因為它們的concentration 其實也就是等於它們的density 所以譬如我們用這個equation的例子 我們印象裏面 如果我們照寫這個equation 的kc應該是 印象裏面應該就是這樣寫的 但我們會明白 因為這一塊東西和這一塊的濃度 都不改變的 所以我們直接把這兩個數字 其實丟進去kc裏面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這個二氧化碳 如果這個是密閉空間 只要二氧化碳的濃度 達到某一個水平的話 就算你繼續怎樣瘋狂加熱這個 Kalcium carbonate也好 它都不會再變成二氧化碳 它都不會再分解的 那這個就是pure solid 如果它是不會影響到kc 就會出現一些奇怪的狀況 就是為什麼它不可以繼續反應呢? 原來就是純粹因為它那塊東西已經不包含在這個kc裏面 這是第一個可能出現的情況 第二個可能出現的情況 就是比較複雜 就是在一些kc的情況 我們那個product 其實它是sorten的一部分 例如第一個反應 第一個反應是我們很熟悉的neutralization reaction Hydrochloric acid加sodium hydroxide變成sodium chloride加水 當然這個反應是真的會產生水的 但其實大家只要仔細想一想 譬如在這裡有一杯的水 這杯是水來的 X2O 假設你現在裡面有這個 一千萬個...一百萬 一百萬...我用1M很難搞 一百萬粒水在裡面 好了,現在我們發生一個反應了 發生一個反應呢 原來有10個Hydrochloric acid加10個NaOH 最終會產生10個水 你想一想 這10個水產生會不會影響到整體 在solution裡面的水的分量 是絕對不會影響 因為為什麼 水... 根本在這裡 它就是sorten來的 它的liquid是s sorten來的 就是說你的產生根本就不會影響 它整體的水對於反應的濃度的影響 所以你看到在這個kc expression裡面 為什麼這個水呢 我們根本就不當它是一個kc的濃度的部分 因為它根本不可能 它的多少是影響到ecuribium的 它根本就是sorten來的 OK 但是講到這裡 就有一個情況 大家要認識的 可以在這裡先說給你聽 就是它的水呢 是會進入了ecuribium的expression 例子在哪裡呢 例子就是我們之前教大家 在ecuribium constant的unit裡面的這一塊 這一塊的水呢 你發覺它是包含了在水的kc的expression裡面 為什麼這個case下 我的水會放進去就不是寫錯 你只要留心點看一看這個反應 這個反應呢 前面的每一個的東西 它都是organic的substant來的 它不是發生在一個水的 即是不是發生在一個acrid solution的狀態來的 即是說呢 在這裡如果它 譬如有10個ephanol acid 10個ephanol 會產生5個ester 加5個水 那5個水就真的有5個水 你沒有一個sorbent是說水 它有100萬個水 即是說這個水是真的會影響到 這個ecuribium的多和少 行不行 所以為什麼會出現一個情況呢 就是它這個水為什麼有計 但是我們剛才的筆記裡面 那個水呢 我們又不當它在expression裡面 就是因為這個水呢 它是會作為一個sorbent的情況來的 它是前面幾樣東西的sorbent來的 所以它是不可以放進去case裡面的計 因為它根本就不會影響 它會是什麼呢 它會是greatly excess的 greatly excess的 OK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這樣